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罗医师 中医怎么看东令的进步 其实东令进步的话 还是要了解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 我有一个75岁的老太太 她最近来看诊 然后她一进来就说 她是干燥症的患者 她说她有口干 眼睛干 皮肤干 然后再来的话 她的阴道也干燥 然后她也有一些排便的问题 她说她现在大概一天到四天排便一次 那虽然排便是有时候天数比较长 但她排便不是干硬的 她是一个正常的排便 那她自己是跟我说 她在那个坐月子的时候 很多年前了 她说她婆婆就在月子期 帮她煮了一个仙草鸡汤 就她喝了仙草鸡汤 她说可能是太凉了 然后所以她喝了之后 她就开始就肚子胀胀的 很不舒服 她说自从那之后 她只要吃到凉的东西 冰的东西 她肚子就会胀气 便秘这个状况 然后她之前是说 她已经有先去西医那边看诊过了 然后西医跟她讲说 你这是干燥症 但她有讲一个很特别的一点 她说她最近有去吃姜母鸭 她吃完姜母鸭之后 她觉得她口干的症状比较好 人比较舒服 那一般我们讲的干燥症 它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 就是自己的细胞 去攻击我们分泌 这种眼泪 口水这些腺体 所以它其实会造成干 而且这种的话 我们是会建议 它是属于自体免疫疾病的人 它是不能吃补的 因为你吃补的话 它这些就是 它的免疫反应会更强 那因为这个老太太 她讲的症状 跟她说疾病的名字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仔细再问过之后 发现说 医生跟她讲 她有抽血 自体免疫的那些指数有偏高 但是没有到达 就是我们讲的 已经到干燥症的一个状况 那她可能就是医生 简单的跟她讲 你这是干燥症 她其实不是我们真正西医定义 上面的干燥症 所以她这个状况 比较是像我们中医讲说 造症 就是老年性的一个干燥情况 那像这样的话 她其实在中医来讲 就是一个阴虚 气血不足 这个状况 所以她才会在吃补之后 她觉得她干燥状况 比较改善 甚至说吃一点补的话 人会比较舒服 那像这样的话 我后来就是帮她加一些 比较补气血 然后帮她加一些 比较滋阴的 她一周之后回诊 她真的觉得 人有比较舒服一些 那我们讲说 吃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常见的 这几种补类的 我们去看她的一个补性 什么样的人适合 什么样的一个进补 那我们会用的话 就是会有用肉 所以我们看肉的性味 还会用酒 酒一定是热性的 中药一定会是热性的 所以如果是像是 那个羊肉加中药 还有烧酒鸡 就是肌肉加中药 然后这两种的话 会是比较燥热一点的 适合比较寒性的 那如果是麻油肌的话 因为肌它也是温性 但它只有配麻油跟姜 所以它是温性 比较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它没有中药 所以还OK 那我们姜的话 就是姜母鸭的话 因为鸭肉是良性的 所以它会补性 又会稍微弱一点点 它就不会那么燥热 所以你可以根据 你身体的状况 去选择说 你要用哪一种进补的方式 那我们还有分 就是所谓的温补 还有量补跟平补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比较燥热 口干舌燥 当然就是可以用一些中药 还有一些比较温性的 一些肉类 那如果是量补的话 就是你身体是比较容易 那个比较容易上火的人 那你可能就是多用一些蔬菜 水果这样子的汤底 减少它的一个上火的情况 那一般的话 平补的话最常用 就像四神这一类的 它是很平和的 调理肠胃功能 又不容易上火 这个罗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天气一冷有一些气血循环 不好的女生 也很喜欢进补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手脚冰冷 这个吃了麻油肌 将母鸭就暖起来 那除了进补之外 有一些穴道的按摩 也可以改善一点循环 女生的手脚冰冷 其实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跟你的身体的体质 是有关的 那我有一个女性 她是39岁 那她是来看诊的时候 她是说她已经跟先生 就是没有避孕五年了 但是她都没有顺利怀孕 然后她之前的话 其实她已经先去西医那边 就有吃过三个月的排卵药 也没有成功 然后有去不孕症的门诊检查 那医生就看她说 其实子宫卵巢 这些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她就是子宫内膜 有比较薄一些 那她是说她最近两三年 发现她的月经经血量变少了 然后再来的话 头发也开始 就是有蛮多白头发出现 她想说那就是顺便调助孕 然后调一下身体 那其实一走进诊间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她就是 哇一个model身材的女生 那我就问她说 你身高体重多少 她说她165公分48公斤 就是穿衣服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帮她把麦的时候 她的那个麦相就是很细的 很没有力气的 然后摸她去 她手就冰冰的 那我就说 你是不是常常都手脚冰冷 她说对啊 她都手脚很冷 而且她冷到 她晚上睡觉 不管冬天夏天 她都需要穿袜子 不然的话 她脚会冰到睡不着 那我就跟她讲说 其实像她现在这个状况 就是气血很虚 气血不足 然后再来话 像是女生的荷尔蒙 这些就是很难怀孕 这些 然后还有就是手脚冰冷 跟白头发 在中央来讲 她都是属于一个肾气 肾氧虚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就跟她讲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要去吃一些中药 然后帮她加一些 就是比较助孕的穴道 去帮她去做一个针灸 那也提醒她说 她的饮食跟那个运动的部分 要改善 就是她要增重一些 因为她的那个BMI 我们算大概十七点多 她其实是一个过瘦的一个状况 女生其实太瘦的话 一个她是去 因为我们的脂肪 她其实驱动荷尔蒙 所以太瘦的女生 其实不容易怀孕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你脂肪不够的时候 你也会很怕冷 因为我们脂肪也是一个 保暖的工作 所以不要为了追求过瘦 反而影响到你的月经 然后也建议她说 你要多做一点运动 让你的气血循环好 尤其是一些有氧 还有一些下肢的运动 那我们讲说冬天 如果你很冷的话 你大概可以按哪一些穴道 那就是我们脚底的一个涌泉穴 它是在我们脚的话 就是有一个那个凹陷 像忍字的凹陷的最顶点的部分 它是一个那个 我们的精气涌出的地方 所以你按这个穴道 会让你的脚比较暖 然后太溪穴的话 是我们的脚踝的正后方 的一个凹陷的地方 那这个穴道也可以多按 然后关元穴 是在我们肚脐下方三寸 就是四个指幅的部分 它是我们的气的一个来源 像我刚刚讲 助孕的那个女性 她也有针这个就是关元穴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三阴交穴的话 是在我们的小腿的一个 就是脚踝内侧 也是四个指幅 然后是在颈骨的 那个后缘的地方 那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干皮肾 那个三经的一个教会 所以也是一个 可以帮助你手脚 比较暖的一个穴道 卢医师要提醒大家 颈骨并不是多多益善 对 大家可能会想说 中药的话会注意 可是有时候有一些中药 会藏在你没有注意的地方 那我之前有遇到一个 78岁的老太太 她来看诊 她来看诊的时候 也是说她最近这两个月 口干舌燥很严重 她说她口干到每天晚上 睡觉都要起来喝水 然后呢 因为她平常都是12点睡 5点就起来了 那半夜如果口干 起来喝水的话 她可能三点起来 她就睡不着了 然后她就发现说 她长期这两个月下来 口干舌燥没有改善 睡眠品质变很差 而且她严重的时候 舌头会有刺刺麻麻的感觉 那这个老太太 她本身就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还有胆固醇 其实都有在吃西药 那因为她这个状况很典型 是我们讲上火的一个情况 我就问她说 那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补的导致上火 她是说她知道她自己的体质 她说她只要吃热 比较燥热的东西 她就比较容易会口干舌燥 上火补的这些她没有在吃 她说她吃凉的她会生炭 所以她吃东西都很谨慎 但是她有说 她说她觉得她可能是两个月之前 那时候刚好是冬天 大概是圣诞节前后 她喝了那个就是热红酒 她说因为她以前没有喝过热红酒 她说第一次尝先试试看 结果喝了之后就发现 这些口干的症状就已经跑出来了 那其实热红酒是国外 就他们很流行 大概就是圣诞节前后 他们认为说 这个有药用的功效 可以驱寒提神治疗感冒 那我稍微查了一下 因为其实热红酒的配方还蛮多的 但它里面有个四大金刚 就是丁香肉桂豆蔻跟生姜 那其实它是西洋的草药 那我们中医也有在用 那其中肉桂的话 它是心热 它是补火 助养 散寒止痛 温通经脉 所以你喝了就很容易上火 然后酒它又是湿热之品 那我们酒的话 其实我们中医记载 它说热饮会伤肺 过瘾就是伤神耗血 而且会损胃 对胃不好 还会冻火 然后还会发怒 就是会生湿热之症 所以就是我们虽然是冬令进驳 就不管你是用中药 配我们这些药膳 或者像冬天的热红酒 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看一下你的体质 是不是容易上火的 那在冬令进驳的话 有一些禁忌的部分 就是你只要有发炎反应 觉得感冒这些 其实都不适合 那有慢性病的 刚刚前医师有提醒 像高血压或肝病 这些糖尿病控制不好的 其实也都是要忌口的 然后肠胃的话 其实很容易 就是刚刚前医师有提到 胃痛 消化不良 胃溃疡都不行 然后有怀孕的妇女 生理期的女性 其实这些补药的话 有点火血 这些也要尽量避开 那火气大的人 当然就是口干舌燥的人 要少量使用 那如果吃完之后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其实你马上就要停止使用 就不一再进步了